我国驻奈吉利亚前公使杨文生爆出了国际丑闻 2018年担任驻奈吉利亚馆长时候 先爆出在宿舍和女清洁员性交易 被提告性侵 承接法院判她休职一年 而现在又因为涉嫌已不时单据贪小便宜 报知馆长交际费一万五千多元 被台北地方法院 依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务罪 判刑两年 持独公权一年唤醒五年 台湾驻奈吉利亚代表处 日前被中国施压强制驱离首都 迁到商业大城拉格斯 名字还得改成驻奈吉利亚台北贸易办事处 当时的公使杨文生上任后 没有帮台湾争回一些颜面 反而是惹出丑闻风波 2018年到2020年 杨文生以馆长交际费名义 报知个人还有欺小的餐饮费用 甚至自制假的餐序名单 报仗五次诈领483.36美元 整合台币大概一万五千多元 起诉后台北地方法院 依照利用职务榨取财务罪嫌 判两年持独公权一年 缓刑五年 金额不算太高 法官判处两年 有期徒刑并且缓刑五年 还在合理的范围 但是他的不当行为 是严重影响了公务员 甚至国家的形象 判的不算重 但真的因为小钱失掉一国公使 该有的格局 除此之外 已婚的杨文生还曾经在馆长宿舍 和女清洁工性交易 虽然给了353块台币当酬劳 但还是被指控性侵 杨文生甚至辩称 是女清洁工需要钱 说愿意do anything 既大过被弹劾之外 承介法院也认为败坏官针 判缺休职一年 两件事连续爆发 杨文生直接退休 成了前公使 严重损害公务员形象 伤及政府声誉 行政责任却再难继续追究 记者刘斯联方宇台北报道